因为我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到美国我就觉得 虽然一个人在那边这样晃啊晃啊 好像其实并不是很快乐的 可是自己觉得很酷啊 我觉得这样超酷的 可是其实根本像我回想起来 并没有真的那么好 像刚刚讲的那种漂泊跟那个 我觉得是个时代 我觉得现在是个漂泊时代 其实每个人都敢知道 这种漂泊的不可避免 老师我如果从那个建筑评论家的身份 怎么样平淡这个机器管 现在主义是反对装饰反对遮蔽 他觉得材料就是美 那空间本身就是美的 你不用再给它额外加 所以这个大概是很很纯粹 就是材料都材料 材料都很清楚的呈现 空间很很清楚 然后他他比较大的特色 就是他他让空间是流动的 所以他不你在任何地方 你都不会觉得封闭 所以空间是串在一起 然后在也是开整个 在跟外面的环境也是 像空气啊什么的 可以空 风直接吹过来 就对比较是一个开放性的 空间跟空间是流通的 跟外面的环境也是连贯的 这样的观念 其实中国建筑里头 非常重要的就是园林了 那园林是跟那个 整个中国文人的一个 他们的思想啊 美学以及生活观 非常有关系的 就园林基本上是跟文人 自己跟他的内在性 跟他的生命观连在一起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 但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个部分 对我想有 假如在这次演讲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就这个部分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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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